前段时间我们刚刚试过了静态的小鹏PG家 对它的产品力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今天可以开起来去感受一下 看看它的动态调校包括AI阴眼视觉方案到底好不好用 现在废话不多说 走吧 经过一上午几十公里的居驾体验以后 我觉得它的这套AI阴眼视觉方案做的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在高速阶段的跟车变道超车以及大曲率弯的表现 都是符合行业主流水准的 但是它的AI阴眼视觉方案还首发了单像素架构 这个单像素架构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没有激光雷达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在日常进出隧道的时候会有一个光差现象 这个光差其实很影响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会影响到安全 但是在小鹏PG7家上面应用了这套单像素架构的方案以后 能够为它的智能驾驶辅助安全提供更高的保障 包括这辆车虽然不带激光雷达 但是它整个的硬件其实还是做到足够的荣誉了 比如说它全车有26个感知元件 同时有两颗ORI X的芯片算力也做到了足够的荣誉 好了废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把它开起来去聊一聊它的实际驾驶感受 进入道路驾驶以后 其实整辆车开起来的感觉我觉得非常容易上手啊 然后上来以后不论是转向手感 油门踏板或者是它的刹车踏板的这种调教 有驾照的同学你上来以后 第一感觉就是挺好开啊 这车上手容易 你感觉并不像是在开一台超过5米车长的车型 同时呢 它整个电机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这辆车是一个高功率的版本啊 230千瓦的电机 也就是说它拥有着更高的爆发 同时在高速阶段的话 哪怕你只需要身材一脚 电门踏板 它也会立刻为你带来推背感 这个感受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对于一些喜欢这种动力强一点的同学来说 我觉得大家还是上这个高功率的版本 如果没有强动力需求的话 那其实180千瓦的版本应该也是足够日常使用的 毕竟它的功率已经能够满足一台2.0T燃油车高功率的版本水准了 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说的就是它整套底盘的感觉啊 先说硬件的部分 它全双差臂后多连感的悬挂结构 在这个价位的国产车型上边是非常常见的 它有一个优势就是相比于传统的麦夫逊的前旋来说 它用着更高的极限 但是对于台家用车而言的话 我觉得其实前麦夫逊也是足够用的 只是说上了双差臂以后 你会感觉这个车企它在用料方面的话 是不遗余力去给到你最好的一些体验的 如果是遇到一些勾坎抛条路面 或者是大的勾坎这种情况的下的话 它其实配合这个特别舒服的座椅 能够带给驾乘人员更为舒适的体验 所以我也是为什么说说 这辆车是非常适合家用的一台车型 大家肯定会关注它的续航部分 你要知道的是它用60度的电池 就能给做到600公里的续航 其实还是有一些门道的 比如说0.206CD的风阻系数 整个的自重不会超过两吨 同时它有着高效的电驱 以及行业头部的这种热管理的效率系统 所以说为它带来了更为极致的能耗表现 而且目前我们今天在早上开了一段路程以后 你能看到 目前我已经给它开到13.9度的每百公里的能耗了 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以后 不论是说它的驾驶舒适性 还是说整个的能耗表现 一或是它AI阴影视觉方案的自驾系统 整个表现的综合来看的话 其实在20万级的价位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但它也有一点不足 就是它全系都是单电机的版本 如果后续能够有个双电机的版本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毕竟北方的用户其实对于双电机四驱的需求 还是比较旺盛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就要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它的任何问题 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好 我是嘉欣 深圳嘉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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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